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 日前要求老婆陳佩琪 撤下臉書上面的紅酒紋 讓陳佩琪是相當不滿 昨天又發文警告老公 別讓佩琪不開心 傳出雙方大吵吵到分房睡了 而台北市長好龍斌 則是在臉書上面質疑柯文哲 還有哪一些的案盤交易 讓柯文哲全力反攻說 你好龍斌從新黨轉國民黨 也當過陳水扁時代的環保署長 難道也有秘密協定嗎 什麼問題讓柯文哲爆頭尷尬 太太陳佩琪不發了一篇紅酒文 說紅酒讓他蒙受委屈 選後就知道怎麼處置你 不管是烏龜原主還是拍賣 別讓佩琪不開心 可是夫妻關係拉緊報 還一度傳出分房睡 我媽媽今天是掃見 說從新竹來 我們家房間沒有那麼多 所以把那個房間占掉了 所以他只要乖乖回到我 那只要就睡在一起了 OK 另一半嗆辣發言 而且還是柯文哲不想再提的話題 在選戰敏感時刻 加分或扣分效應難料 只是柯文哲爆出 和民進黨有口頭契約 台北市長好龍斌臉書開炮 直呼柯先生高舉白色力量 卻什麼顏色都可以 把供契和城市治理 拿來做案盤交換才是最可怕 讓柯文哲獲利全開 其實我昨天看到好龍斌那個臉書 我也覺得非常不以為然 對不對 那個 我都沒有問題 你以前從新黨跳到國民黨 要跑去本政府當環保署署長 那我要問你說 你當時有什麼秘密協定嗎 柯P主打的無黨無派 一再受到質疑 控制選前再搬出 未來勞動局長領選 開放總部和網路投票 讓北市工作者都能參與 執政理念透明公開 離抗外傑炮轟的應行契約 這位郭先生 邱聖文 艾森小組採訪報導